我覺得他這個陰生之地的地圖 你今天你如果是近戰的話 你如果是近戰的話 你全撐物防 全撐物防 你會比較 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那個魚閃鬼的大爆血是物理攻擊 是物理攻擊 所以你黑妖的話 你暗影閃避 你是可以閃走的 OK 那你如果是遠程的話 我建議你 你撐魔防 因為魚閃鬼基本上 你不會靠近嘛 那你不會被近身的話 你就不會被大爆血打到 那個打到一下都是500滴 一下都是500滴 那你如果你的物防高一點的話 大爆血一次可能不會到那麼痛 因為我騎士的話 在掛的時候是不太會那麼痛 對啊 我覺得是這樣子 站在一格跟魚閃鬼打的時候 他比較容易大爆血 然後那個是可以用一近距離迴避閃過的 那遠程的話 自然比較不會跟他 一格內對打嘛 所以說你可能就是撐魔防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裡面的怪物 除了綠色鬼以外 也都是 魔法怪物 OK所以說 這是我的心得啦 那如果 你們這樣子去打看 會不會比較不容易 死去 因為我剛剛 防禦49進去 我可能一隻 魚閃鬼 打個兩三隻魚閃鬼我就死了 因為他爆個一兩下我就死了 除非啦 除非你的那個 分身或是你的機體 你的攻擊超強 他可能打你一兩下 還沒有大爆血的時候你就把他打死了 不然的話你的物防也是要增加一點 對 然後我剛剛的騎士719等 防一是 防禦 物防135 然後魔防125 是可以完完全全的 洪水死掛住 然後剛剛有觀眾是 講到他槍手 也是 洪水死掛沒問題 也就是說你這個地圖的話 你遠程 的 死掛門檻比較低一點 比較低一點 OK 因為就魔法攻擊而已嘛 就魔法攻擊而已 謝謝收看 記得要幫我訂閱我的YouTube喔 如果還想要知道更多小P的消息 歡迎到Twitch Facebook Line at GamePlex 上面搜尋小P的帳號 OK 那如果有任何的 建議或者是問題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小P 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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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